哈囉大家好 我是檀檬微光眼鏡的長公 很久沒有拍影片 那為什麼這麼久沒有拍影片呢 因為之前就是專門負責幫我後製影片 製作字幕剪輯的小幫手 他請產假了 他現在在做月子 所以就沒有人幫我做字幕 我又不會做 所以呢 就有一段時間沒有拍影片 那後來還是覺得想用 想再分享一些影片給大家 所以我就想一想 我們用一個有關長公閒聊系列的影片 就是說 這邊的這個系列的影片可能就是 我跟大家聊一聊 我對眼鏡的一些看法 不管在焰光、鏡片 然後 然後 就比較會去 不會去聊到太過於專業 也就比較會少一些 專有名詞 就是大家可以當成 如果說對我想閒聊的主題有興趣 可以稍微看一下 對一些觀念的建立 那 為什麼會擺這三隻眼鏡呢 其實這個跟今天的主題沒有關係 只是為了讓畫面稍微有個東西 那這三 這個眼鏡是我最近又先引進的 那其實 就是說一個碳纖維系列的 那也會 也會再拍影片來做介紹 那也是一個CP值很高的競架 那當然這個是題外話啦 今天我想聊的一個話題就是 前幾天一個客人來店裡配眼鏡 他在挑選競架的時候 就突然問我的一個問題 他就問我說 他問我說我認為 配眼鏡的哪一個環節是最重要的 那當然我第一時間我不假思索 我就跟他講說 其實每個環節都很重要 從鏡框的挑選 這個鏡框適不適合你 符不符合你的需求 然後跟你的度數搭配起來合不合 再來呢 驗光 然後呢 鏡片的選擇 還有 當然你拿眼鏡的時候 然後 鏡框的調整 我覺得每個環節都很重要 但是後來我稍微思考了一下 我就跟他講說 如果說 真的要找一個最重要的環節 我覺得 驗光是最重要的 因為 度數的準確 是這一副眼鏡的一個基礎 你鏡框再好 鏡片再好 度數不準 其實這副眼鏡 都不能稱為上一副好眼鏡 那 怎麼樣才叫做度數準確呢 當然就是 各個方面的 我們的驗光的過程中 有沒有去一步一步的去把你的度數 從你的球面度數 閃光度數 閃光的軸度 還有包括您的焦距 還有兩眼的平衡容 像什麼各方面 去小心的去把它找出來 我覺得這都很重要 這是最重要的 那 因為其實長工以前 就是還沒有開這家店的時候 我是做鏡框批發的 所以就是鏡框批發 就是說 我是一般眼鏡行的上游廠商就對了 就是我把鏡框賣給眼鏡行 眼鏡行賣給消費者 那我走遍了全台灣 包括花蓮 台東 宜蘭 那個我都有 都有在 所以 我全台灣的眼鏡行 我走進去絕對超過500家 也看過了500家眼鏡行 那有些眼鏡行 說實在的 我真的覺得很恐怖 怎麼樣恐怖呢 他們的眼光真的是 很誇張 真的 我真的只能覺得說 那真的要用誇張來形容 怎麼樣誇張呢 那個真的是 店裡面就大概 譬如說你到這家眼鏡場配眼鏡 你進去了 他就大概跟你講一下鏡框 你就是挑鏡框 然後鏡框挑完 OK 我們驗光 進去裡面 那個也不用驗光室喔 真的就是 那個 就一台電腦驗光機 你坐下來 然後幫你按一下BB出來 然後你的試鏡架都沒有試袋喔 就說OK 好了 然後 我們來談鏡片 鏡片講一講 那你過兩天來拿眼鏡 就這樣子 我說 我當時心裡在想 你好歹也弄個試鏡架 給人家試袋一下嘛 戴起來感覺怎麼樣嘛 連試袋都沒有耶 然後我看那個客人也配得好像很自然 我真的覺得很神奇啊 當然 我們不能說電腦驗光機出來的度數就一定不準啊 但是至少 我們還有一個再確認的一個動作嘛 其實在驗光的過程中 其實不外真的就是在確認 確認球面度數啊 是不是 影像是不是真的入在視網膜上啊 再經過雲霧法 看有沒有調節的介入啊 然後 然後閃光的度數 閃光的軸度 這些 其實閃光的軸度 其實是 我真的看過 真的 大部分 驗光不OK的眼鏡行 最容易Lost掉的 但是我相信啦 絕大部分的眼鏡行 都還是專業的 就是有一些 少數一些 真的是比較 我個人覺得真的是比較誇張一點的 為什麼這麼說呢 因為其實 在台灣早期 你要開眼鏡行 其實很簡單 就算你要有錢 你有錢就可以開囉 嘿 你不需要去有任何的證照 什麼都沒有 那以前有很多眼鏡行 貼的一些什麼 執照啦 證照 很多其實都是什麼工會所發的那個 其實我相信 不太會有什麼說服力 那一直到去年 我們驗光施法立法過了嘛 去年第一屆 今年第二屆 那其實距離這個 證照制度要真的完全落實化 還有一段很長的路要走 那 這個就是 這個就是想到為什麼 我會去拍這一系列 這樣一百多部的長工影片 就只要說 因為我以前看過這個樣子 再加上開店之後 又看過很多 客人的眼鏡的情況 跟他們所遇到的問題 所以呢我才會 因為想拍這樣子一些的影片 不是說 你配眼鏡一定要來找我配 因為 畢竟我就是台南的一家店而已嘛 很多人 住全台灣市面 每個縣市都有 也不可能跑到台南來嘛 對 尤其是反而是最近 影片 對岸很多朋友關注 反而 最近很多那個 接收到的問題有沒有 上面的問題都簡體字 對 那他當然也不可能來台灣配眼鏡嘛 那 只是說 我只是希望說你們可以對 在配眼鏡這個環節 不管是在挑選鏡光 尤其在驗光方面 甚至說鏡片的挑選 可以有一個參考 可以多進一步的一個了解 不要說 當然 如果你遇到的是很專業的眼鏡行 當然你可以很放心的去 信賴他的跟你的介紹 當然如果你遇到的是 真的是阿砂布魯的眼鏡行 有時候真的就是 被人牽著鼻子走 然後花了冤枉錢 所以 呃 這些影片 只是說 你可以去看這些影片 你可以去審視你之前配的眼鏡 或者說你平常很習慣的眼鏡行 他的一些流程是不是OK的 當然不是說我這邊講的就一定是百分之百對 只不過這是 我講的就是一些 普遍來說 都是採用這樣子的方式 當然其實 驗光其實真的還有分流派 但是大致上 大方向大概就是這樣子 然後 呃 所以希望大家就是在看這些影片的時候 你們可以再多有更進一步的了解 尤其最近其實最多人問的就是有關多焦點的問題 那 多焦點那個更 更是一個學問 我相信 身邊周遭都有很多朋友 就是說你們 呃 家裡的長輩 或者你本身就已經有老花 之前多焦點有的時候 真的會有一些比較不愉快的經驗 然後 就是說 很多眼鏡行 他們會以前啊 我真的看過很多眼鏡行 他們很喜歡講的句屁話 這個要適應一下 這個要習慣 怎樣怎樣的 反正眼鏡戴的不舒服 有什麼問題跟他反應 這個要習慣 這個要適應 我覺得 我覺得 我個人的立場覺得是這樣子啦 這 這真的是 呃 我非常不贊同的一個講法 呃 當然 有的朋友會問我說 哪裡來我這邊配眼鏡 就一定沒問題嗎 喔 我絕對不會這麼說 其實有來我店裡面配過眼鏡的客人都知道 我都很常 就是說在驗完度數我們都成交完了 我們開了 承擔了之後呢 就是已經 就是 呃 我們已經把鏡框 驗光 鏡片什麼都談完了 價格 聊完了 我們是不是會開收據 您付訂金嗎 我開收據 這時候我都會跟客人講一句話 我絕對不敢 不會去跟你保證說 你在我這邊配的眼鏡一定沒有問題 為什麼呢 因為其實 各位想想看喔 我們在驗光室做的這些事情都是什麼 就叫做 理論上的東西 對吧 因為其實 在眼鏡沒有做出來 你真的是戴到臉上的時候 沒有人可以告訴你說這副眼鏡戴起來 好不OK 真的啊 其實 在眼鏡 在眼鏡上面真的有很多是理論不可以解釋的情況 非常的多 那 所以我都會跟客人講 但是你放心 有任何問題 我一定處理到你滿意為止 因為其實有很多情況是 不管每個人的一個習慣也有關係 然後再來呢 你可能你在驗 驗光的當天的一個狀況 還有你之前戴的舊眼鏡的狀況 好 這些其實都會關係到 你到底配的這副新眼鏡 你再戴上去的第一時間 是不是覺得是OK的 這個其實是有非常多非常多的環節 所以 呃 這個情況我只能說 我覺得眼鏡行要真的要有一個 要有尬實一點 其實我非常討厭聽到眼鏡 因為真的遇到太多客人了 我就說 因為常常 就是有一些客人來配眼鏡 然後驗完度數 我發現說 你這副眼鏡 呃 看起來滿新的 剛配沒有多久吧 他說對阿 其實剛配大概三四個月 可是他就覺得戴起來就不舒服 然後 一驗光出來 他那個舊眼鏡的度數 跟他的眼睛實際的度數 真的有滿明顯的差別 那我就說 那你沒有跟你原本配眼鏡的眼鏡有反應嗎 他說有啊 可是他就叫我要適應啊 對 所以 我只能說 我真的個人認為這句話是屁話 當然 你 其實不是說 你來找我配眼鏡 就是說一定 我配眼鏡都一定不需要適應 就是說 你要適應的點是在哪裡 就當然 譬如說你本來是單焦點 然後你換成那個 多焦點 你要練習多焦點的使用 然後 或者是 你換的鏡片種類 或者是你換的鏡框的一些結構 其實這些都會有一點需要習慣 但是 通常這個適應其實不會很久啦 一乾正常來講 單焦點 我說過嘛 兩天到三天 然後 如果說超過三天 還是覺得怪怪一定是哪裡有問題啊 不管是進駕的角度 弧度啊 什麼各方面 這些都是 我們就是要去找到問題點 幫你解決這些問題 這才是一個重點 不是就一味的跟你講 這個要適應 所以 今天 這個閒聊 就是聊到說 關於 講到厭光啦 還有就是 一些 我 開店以後 看到一般消費者在配眼鏡的一些 大概的一些想法 那當然還有很多啦 我們會趁這個時間 今天就用 長工閒聊系列 來慢慢做一些 聊天 然後也 希望有興趣的 當然我會在標題上 還是會打上 就是說我大概聊天的一個 主題是什麼 那 對於主題有興趣的朋友 也希望就是看看囉 那有任何問題 就歡迎隨時留言 或者 你要在YouTube上留言 或者在我們的粉絲團上留言 都可以 OK 謝謝各位